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日美国立东 拜登是290比特朗普的214 美国新的总统诞生了 美国的大选结果在立东这一天终于水落石出了 特朗普 大家去看他的推特 去翻墙去看 然后感觉到 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消息 所以他最多的感慨是 无限江山别是容易见识难 特朗普 所以这是一个崭新的一天 太阳照常升起 特朗普将怎么办 拜登是不是能够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值得我们去关心 和了解 这等于是影响美国最新十年的最新的一个消息 最新的十年影响世界 现在如果拜登上台的话 估计口罩 全美的口罩都要统一的戴起来 你看我们下面这个是口罩卖口罩的 生意应该更加的好一些 感谢您的订阅 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您的点赞和评论 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 谢谢收看 下期节目再见 这是张昂东在美国亚利桑拿州的凤凰城给您带来的报道 和我一起去环游世界 走遍美国 看看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呢 大家在一起周末的时候 一起来分享这些美好